公知是你管是我管 就是个问题 又当财政部长 对 我们家不学财政部长 老年相亲有多直接 大叔大姨来相亲 大姨说了 嫁给你我要当女主人 要当财政部长 那最后老头会答应他吗 今天的相亲看点十足 青老铁们一定要看到最后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这腿咋的了 牛大叔方龄72有房 每月退休金4400家 牛叔的老伴刚去是八个月 就猴急猴急来相亲 咋就耐不住寂寞呢 这也太着急了吧 一进老头的家 红娘就惊讶地发现 柜子顶上竟然有一堆草 难不成这牛叔喜欢研究中医 深藏不露啊 这些啥玩意 怎么还放在上面呢 我一样闻得也好多味 随便好点个 闻味的 我的天哪 爱好属实挺特别啊 确实 这奇葩在人间嘛 记得小时候呢 我家隔壁的一个男孩 就喜欢闻鸡味 他老爸一起动摩托车呢 他就趴那排气管去闻味 老享受了 虽说这老头今年70多了 但身体不耳霸 哑铃舞起来 那是上下纷飞 相聚就是缘分 今天就给你们展示展示 咱这惊人的臂力 哎呦 哎呦去 挺沉的 哎呦这真挺沉的 一碗 行啊 这活不活对身体好重 这关节啥都活了 平时就愿意锻炼锻炼身体 在家就整整哑铃 对 老头说了 我的生活习惯是动静结合很科学 玩玩哑铃是强身健体 下下围棋是养性意识 小红娘啊 你瞅这老头精神头 不给他找个小十岁八岁的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坐哪啊 就随便坐就完了 那这个 这个是不是能 往上推对啊 可以可以拿走些 拿走些 我说牛叔啊 你让咱小红娘随便坐 哪有坐人地方啊 沙发前面伸不开腿 椅子上边也坐不了人 乍一看屋里是亮亮堂堂 仔细一瞅是尘土飞扬 牛叔啊牛叔 你这都要相信了 也不好好收拾收拾 一会对象看到你这乱糟糟的家 被吓跑了咋整 就算平时不收拾 今天也该把表面的东西 捣咕捣咕一下也行啊 不叔叔 那你说一会儿阿姨到你家 一看这一层灰 这好吗 他先不动就拉倒 老头讲话了 我平时啥样 今天还是啥样 找老伴不就是为了 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吗 我都收拾好了 还找老伴干啥 那不就是背着娃娃推磨 天人不天劲吗 为了这次相亲 这讲了假时的把屋子收拾了 那不属于欺骗吗 有道理 再者说了 为什么这玩意是重点吗 重点是啥 今天就给你小红娘 好好上一课 做人就是五个字 人义理智勇 把这五个字都做到了 你这人就是堂堂正正的 对 大爷就是大爷 你说是啥就是啥 那就说说对另一半有啥要求吧 要善良点的 还有呢 善良普适点的 好 说完了就这些 这太好办了 红娘也不莫及 直接就把相亲对象领了过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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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阿姨方龄六十六有房 老伴一年早逝 退休金2400家 这第一次见面呢 腾姨好像有点不太满意 觉得第一眼圆咋样 没事 这样就 看看 那表现咋样 看看那实际 生活在一起啥样 红娘你是喝豆腐脑拿牙间 进证没用的 咋一见面就问人家咋样 老头长啥样还没看清呢 有啥可评价的 看把腾一动的直好搏领子 赶紧进屋上康落回得了 为了赢得腾姨的放心 老头进屋后立马耍起宝来 拿起哑铃就前后左右的开始比划 咋样老妹 咋就为你猛不猛 不要迷恋哥 哥不是传说 哎我你就大声说出来 腾姨也是被大爷这一波操作 直接给兜了了 接下来两个人能够落到一块去吗 公知是你管是我管你 就是个问题 现在这个女骗子也不少 相亲的大爷一上来 就暗示自己要当财政部长 老头也是不客气 一句话直接给堆了回去 这样的相亲气氛民见过不 进屋之后 老头就带着腾姨参观自己的家 这不参观还好 一参观呢 腾姨就像是穿着棉袄打湿脚 凉了半截 我就喜欢干净 再看看那屋 走吧 这屋是用门入 门入 我说牛叔啊 这无乱你就把门关起来呗 还带人家看啥 咋的 是不是提前让人家看看肉量 想考验一下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但这腾姨还真的可以 为什么呢没事 他都熟着呗 这不就是老头心里最想要的女人吗 腾姨的这句话 直接把老头的心窝子给整热乎了 那还有啥可说的 敞开了闹呗 看我身份证 不用 不用 看看吗 不用看身份证 这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还是挺实诚的嘛 不光接了过来 还把眼镜都戴上了 要是这老头把存植给掏出来 腾姨的心里肯定会乐开花 眼睛不好 你看我的存植 我开直 看存植 我开的手啊 你开多少钱呢 我开两天来过去 这个看不着 你看不着是吧 对 我说腾姨 你这哀咽翻着都瞅了一遍 完事又说看不着 我咋这么不信呢 不过呢 老头也是个实诚人 见面就掏存折 腾姨也是非常的开心 既然谈到钱了 那咱也就甭客气了 我说工资咋嘛 你结婚了以后 你啥意见 我看你啥意见呗 工资是你管是我管你 这是个问题 谁管工资的问题啊 对啊 老头憋了好大一会儿 终于憋出了个大动静 工资我第一天就是生活费 我全负责呗 是不是啊 嗯 你那钱你自己个儿留着呢 那你开支来 我要假如买菜买啥的 就是花我钱是花你钱的 我就拿成三十块钱 往那一扔就随便花去吧 嗯 阿姨的那个意思就是 想那个管家管账 是不是 对 你又当张黄先生 哈哈哈 又当财政部长 对 我们家不缺财政部长 老头这一下子 把腾姨的心 得整得扒凉扒凉的 脸也瞬间就垮了下来 我说牛叔啊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呗 不但这样挖苦人的啊 咱们到底能不能好好唠嗑啊 大爷 不能 恐怕得得有个阶段 你处一处的 用啥 你刚 现在这个女骗子也不少 这哪行啊 红娘赶紧拿出 霍悉泥的调解模式 建议老头每月拿三千块钱 完全交给腾姨支配 花钱也不需要向老头报败 老头也是觉得 不给老太太花点钱也不行 于是就妥协同意了 这下腾姨可乐坏了 立马就提前进入了女主人的角色 以后这屋子得 我要住得收拾 肯定得收拾 咋收拾 可能都破烂冷的呗 收干净的 哪个属于破烂 那呗 那点个搭的啥呀 老头一听就不乐意了 这屋里都是我存了很多年的家产 到你这咋就成破烂了 那你还是对我有成见啊 我就得接受我的破烂 这下把老头给干几眼了 这拜家娘子你还没过门呢 就要来当家做主了 我说牛叔啊 说话能不这么四脑人吗 咱都只把年纪了 还有啥可横的 这对人的话 能憋回去的就不要往外吐哈 这把腾姨给气的 血压是呼呼往上冒 哼哼 不打了 走吧 要说这小红娘是真给力 俩人都生了老鼻子气了 还硬是把腾姨给圈了回来 老头又说了 破烂的爱情你这都不算啥 我得给你上一课 这下把腾姨彻底给惹毛了 我要个人都得收拾 都该冷的冷的 你的腰血挺高啊 高啥高的 就卫生 不是 不是 就从你这鱼科我就看出来了 嗯 我配不上你 配上啥 配不上配不上 我的宗旨 我没说吗 人生要五个字 人意理智勇 嗯 不是这什么 能这个卫生差点 这都是小意思 这是个啥 这个屋里活着 你能行 你这话可过分了啊 有这么唠嗑的吗 你瞎狗能住上这样的窝 要是不会比喻 那就别比喻了哈 你说这句话就多少 还带点狂的意思 你走啊 走 不聊了 走走 你瞅瞅 这又要走了不是 第一遍你就不应该回来 损人你又干不过老头 走还舍不得 何必思讨没去呢 这下两人是戏台上收锣鼓 没戏唱了 既然没谈成 红娘又赶紧给老头 安排了下一个乡亲对象 我什么时候带来 你给我看看 不不看呢 我存折也带来 你看不看看 不不看 这老年乡亲有多直接 一见面老头就掏身份证和存折 知道的你是来乡亲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在银行办业务的呢 这老头上午乡亲失败后 红娘立马又安排了一位大爷 这大爷也挺任性 直接给红娘来了个闭门呢 还把保安大哥叫了过来 你好那啥呢 我都感觉有点害怕 甚至我们就那个 就是在家 女人在家害怕 那啥呢 你陪我们一会儿 一会儿他们都 他们就录完走了 你快点就失败了 再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我停不了 因为我在外面站岗呢 我还去看车呢 阿姨你这是报完名后悔了吗 咋录个乡亲节目还害怕呢 电话一通就直接撒娇 非得让保安大哥上去陪着 我都怀疑你 是不是想跟咱保安大哥相亲 可人家保安大哥还上班呢 那咋办呢 没办法 只能陪陪你这个老公主呗 喂 保安呢进来吧 哪 保安进来吧 不是 你是 童一上去就排你叫 对呀 可以你上来吧 我要我眼睛白来了 你上来吧 那好吧 但是我可不能陪你那么长时间 那你就待一会儿吧 那这个我还怕呢 没事没事 行我能待一会儿能行 行行 那我们能不能进呢 这叔叔也跟着一起呢 跟那个来吧 你还用进去不用来吧 你跟进来吧 我能不能拿 别撒娇了哈 咱就陪陪你这个老公主 真是拿你没办法 张仪方玲69丧有房 退休金每月2700家 看来这家是大户啊 家里还有保姆呢 因为家里面只有两个女人 所以张仪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 经过一番验证 总算解除了对红娘的戒心 红娘赶紧把牛叔也接了过来 咱牛叔也不掉链子 还专门带着礼物 给您拿你一项牛奶 哎呦 表示感谢啊 我也不知道 行 这一见面 看着干净的屋敞亮的人 老头是非常的满意 性格是挺温柔的 挺温柔的 嗯 是你喜欢的行吗 行 行啊 不想是 但咱们小鸟宜人的张仪呢 看着老头这一米八的大高子 又害怕了 喜欢不高不矮的 一米七十多就行 哈哈哈 看了 压力啊 那老高 看老大 有压力啊 老头接下来的表现 会让你压力全无 老头 老头呢 也是一如既往的使出惯用伎俩 见面就掏身份证掏存折 我什么时候带来的 你用我看看 我看的 嗯 我存折也带来 你看不看看 我看 哈哈哈哈 看存折是大 哈哈哈 这省得他以为我骗谁啊 这不比较实在 你既然不看 那我就给你讲讲人生格言吧 我做的原点就是五个字 人意理智勇 哎 我就是这么做人 张毅说了 咱也没啥人生格言 只想找个知冷知热的 正经本分的老伴就行 哎 人都是个好人啊 是本本分分的好人 嗯 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一个第一必须得身体好 第二得有正能量 就是人的正正经经本本分分的啊 第三呢就是做点家伙 前两年对老头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第三年这一起做家务呢 还真是替老头粘了一把汗 可没想到的是 老头早已被张一小鸟一人的模样 给打动了 表示一起干点家务活 没有任何问题 但这仗义还有其他要求呢 我就想住我家 我儿子买房 当时买房子就说了这个事 就是给两个人买的 因为以后我成家 就不用换房子 我儿子也是希望我住在自己家 就住咱家的房子 咱家有个条件 你看看 人家不找你要钱 还让你住大房子 这个固执的俊老头能统一吗 一般都以男的为主 啊 你觉得得 他应该上我那时候就要成的 啊 我那房子鞋子干啥 大爷果然是大爷啊 说话就是这么硬气 你不想寄人篱下 我还不想到畅门呢 可这俊老头呢 又确实相中了眼前的人 这咋整呢 这俗话说的好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老头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两条住行不平呢 嗯 两条住 也行啊 两条住也行 上我那住一月 到这住一月 都活呢 张艺一听这个马上接受了 并且对老头的想法也表示理解 一般男头是吧 他有上女朋友家住 大多数人都自尊心强 有压力 对啊 就好像到插门吧 好像住不起房子上一月子家 他就有这个想法 对 张艺说了 你也别太担心 我会去摆平我儿子的 这夫上夫随的 我有个新家那不是更好吗 至于老头的身高吗 让老头俱腿也不现实 毕竟这金无足吃人无完人 这相聚就是缘分啊 看看这俩人一唱一和多好啊 晚年有个半笔啥都强 哎呀 还是老铁们说的对 这不谈钱的都成了呀 祝大爷大姨早日喜结连礼 好了 今天的乡亲就到这里了啊 感谢老铁们的长按点赞加关注 下期看乡亲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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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看乡亲不迷路